站住 聽一下 各位同心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這裡有元氣 這裡有元氣 今天我們要來 這隻口要來分享 我們的司法改革和租款 簽名款 一些憲法 感謝到我們的憲法 和轉型正義的一些 事情 要來跟各位分享 首先我們說到司法 全世界的司法 一些部門全部都有一個 正義女神的形象 正義女神的形象 是一個女婦人的形象 一支手走 鹼 一支手走天秤 眼睛捲起來 天秤就是標示是公平的心盤 鹼是代表 城堅除二的絕對制裁力 來自立法 立法官 這一次有兩個東西 是我們的 原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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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台語可能比較吃力一點 所以這節課我特別 用華語跟台語 夾雜一下 大家忍耐一下 不然我是都 改用台語 我比較喜歡用台語講 然後國語的話 我是不太喜歡去講 因為這個台語 台語是我們的母語 是我們台灣這個地方 大部分人在用的母語 中國話 中國話 華語 華文 是連他們 包括在我們台灣這邊 用的繁體字 是他們中國人不要的東西 中國人都不要的繁體字 那種垃圾 既然來我們台灣這邊流傳 他們自己中國人都不要的東西 為什麼我們台灣人要幫他流傳 要幫他傳承 這個是我是希望大家回去 好好的再去把它做一下思考 那我們要恢復我們的母語 當然可是我那個平埔族的母語 已經被漢化掉 都已經不見了 所以我是希望說 以後我們那個整個 我們台灣民政府建置起來的時候 我們這塊土地 把那個一些 把我們母國 我們用母國的 母語就是用大日本帝國的母語 來傳承 當然我們現在用華語 是因為60幾年來 我們以前在蔣介石 統治台灣的時代 我們如果講台語的話 會被罰錢 可是講日語的話 會被殺掉 會被殺掉 228只要你會講日語 只要你身上穿著 衣服 就是一些我們的蟹蟹 就是一些我們日本的服飾 他就把你殺掉 他就把你當成日本人 所以我們台灣人很悲哀 一直以來都在學習人家的語言 自己的母語都不見了 我們整個台灣整塊台灣島 語言太多了 也沒有統合過 所以我們一直以來 沒有自己的正式的一個 統合的一個語言 所以一直以來都在學外族人的一些語言 這是也是很悲哀的事情 那我們希望說 未來我們可以朝向 比較先進的一些國家的文化 把他們傳承 把他們找回來 那我們以後台灣的後輩的子孫 他們就會更一步一步的往上 往前前進這樣子 再來就是這個眼罩就是說 他把眼睛照起來 就是說他無視背高的容貌 他的權利 身分地位 為什麼用女性的形象 因為女性是會體恤那個孩子 他有母性 他母性就是說 你小孩子做錯事情了 我可以跟你教育 他有限度的可以容忍小孩子 就是就是說 我們未滿18歲的成年人 他犯錯 我們必須要容忍他 除了這個以外 其他人全部都是要公平的制裁力 這是跟各位報告這個形象 再來我們要來認識主權 還有占領權 還有代理占領者的憲法 我們台灣民政府這邊講的日俗美戰 這裡的日不是現在的日本國 是戰敗前的大日本帝國 是日俗美戰 這個日是大日本帝國的日 我們中間這個形象 就是我們的天皇的皇旗 天皇的皇旗 一共有16個半 16個半的橘文旗 這是代表我們主權 在天皇手中 不是在日本國手中 是在大日本帝國手中 再來我們左手邊這個是我們 美國的司法部門的logo 這是佔領者的 真正佔領者的 那在右手邊這個是中華民國憲法的 那個第一頁 第一頁 因為他的國家滅我們 他是一個流氧政府 所以他沒有什麼logo可以用 所以我就用他的憲法 他是 是經由麥克阿瑟一號明寧來代管台灣而已 首先我們來介紹大日本帝國憲法 大日本帝國憲法是日本 那時候是大日本 基於今代君主力憲制 然後去制定的首部憲法 他是參考普魯士 當初最先進的一個憲法 就是普魯士帝國 就是更早的德國 就是德國聯邦的那個憲法 那公布於1889年 名字是22年 2月11號 在1890年 那個10月29號施行 很多情況這一部憲法 也被稱作民治憲法 或者是帝國憲法 相對於現在日本國 不是日本帝國 日本國憲法也被稱為舊憲法 還有戰權憲法 值得注意的是 這部憲法的名稱 帶有大日本帝國的文字 不是一開始就有的 而是直到昭和11年 就是1936年的時候 日本的國號 才正式統一為大日本帝國 我們這個 這一節課 我就是要把這個年表 那個跟各位做分析 為什麼 我們的憲法 我們台灣的地位 跟這個年表非常有關係 這表示說 包括就是和平條約 古金山和平條約 他簽署的時候 他的身份 那是代表日本帝國 我們今天來分析這個東西 那這部憲法 一共有七張 一共有七張 七十六條 這是大日本帝國憲法 然後 大日本帝國憲法的本文 就是我們左手邊這一個 就是這一個 這也是第一頁 因為太多了 如果一支 全部拖上來 那好幾千頁 在 我們右手邊這一個是 明治憲法的造書 明底憲法的造書 是 這部憲法要 要能夠生效 是經由 那個明治憲法造書的簽署 它才能夠生效 所以天皇的造書的有效力 它的優先順序 是高於日本帝國的憲法 造書天皇的意直 它的次令 是高於大日本帝國的憲法 再來這個就是我們大日本帝國憲法的一些簡介 我有把它列出來 第一章就是講天皇 第二章就是講 成名權利義務 有人聽不懂 發言 有人聽不懂發言 我稍微補充一下 沒有啦 那我就用華語多用一點 配合一下 再來第三章就是講帝國議會 第四章是講 國務大臣及疏密顧問 第五章是司法 第六章講會計 第七章講補責 大日本帝國 他們的這個憲法 這部憲法 他是絕對君主制 這是君主立憲制 天皇擁有所有的權力 包括宣戰 可是在 你宣戰的話要錢嘛對不對 一定要花錢 這個錢的部分從哪裡來 從國家的庫裡面拿 那這個會計的部分 就是上面有規定 天皇你擁有所有的權力 人民要不要給你錢 由人民決定 所以如果你 你宣戰的話 你宣戰的話 我不給你錢 那你就打不成了 所以 天皇他是 就把這個權力 他有交付給他 更早之前的首相 他到現在也是一樣 現在日本國是二維軍組織的 他也是要派任首相 那首相你做的任何行為 是代表天皇 可是 要不要給錢 是 帝國議會 決定的 所以 當初的那個 我們那個 1945年 日本戰敗 誰被 清算 是內閣被清算 不是天皇被清算 是因為內閣 還有那個帝國議會的 決定 再來 我們來講一下 大日本帝國憲法 跟現在的那個 日本國的憲法的關係 日本國的憲法是 根據大日本帝國第73條 依據第73條的大日本帝國憲法 去修正的 然後 日本國憲法在1946年戰敗以後 經過麥克阿瑟還有那個一些盟軍 他們的一些 那個 要求 他們那個地 那塊地區 那個要重新修憲 重新修憲 不是自憲 因為國家滅亡才需要自選 日本國 包括大日本帝國 他是戰敗而已 沒有 毀滅號 所以 他在1946年11月3號的時候公布 然後在1947年5月3號的時候施行 那我們的 大日本帝國天皇 為了說 那個日本國能夠提早獲得自由 然後 他就 那個 在草泥的時候就是1946年年初的時候 他有去 那個 在那個憲憲法的地區 他們叫做尋性 天皇尋性 日本國 為什麼叫尋性 就叫做 足地踏勘 我們可能 很多 那個研究 那個國際法的學者 還有一些條約的學者 我們也知道馬關條約的時候 馬關條約西尊 有沒有做足地踏勘的動作 這個就是 復合 不是準而已 是復合 那 那個時間點 1946年的11月之前 就是1946年的年初的時候 因為大日本帝國已經 那個戰敗 然後所有的臣民有的切腹 有的已經 失去他的那個功能 所以天皇沒有官可以判 所以他只好自己親自去 繞 所有的 日本國 走透透 我們說要走透透 去讓他們那些圍起來 花了兩個月時間 然後把大部分的領土 全部走了一趟 然後後來再來簽署這一條 這表示說 日本國跟大日本帝國切割 是正體切割 不是國土切割 因為他的 他切割出去之後 他還是二維君主制 效忠於天皇 就是這樣子來的 然後根據新憲法 就是日本國憲法第98條第一項 他有規定喔 在大日本帝國 憲法之前 然後所提成的法令 如果跟新憲法相違背的內容 然後那個法令就跟大日本帝國同時失效 意思就是說 只要沒有違背新憲法的內容 那舊憲法還是繼續可以在日本國執行 還是有效 我們台灣話有一句話說 新勒無誓 古勒無誓 就是這個意思 那既然憲法還在 那國家還在不在 大日本帝國只是戰敗 然後有一部分切割出去變成日本國 為什麼要切割出去 我跟大家講一下為什麼要切割出去 因為那個地方被投了兩顆原子彈 那兩顆原子彈是違反國際戰爭法的 所以日本他們受到那個 國際上有一些人的 那個算是人道的同情 所以他們被佔領了六年之後 那全世界就傾向於讓日本提早 能夠脫離大日本帝國 然後先自治 所以 政體獨立的不是我們台灣 是日本 脫離日本的不是 脫離日本的不是我們台灣 是大日本帝國 是日本國脫離大日本帝國 這邊稍微簡介一下它的關係 這個地方我剛剛有來畫一下這個 那個稍微的剪圖 在1895年的時候 整塊這個區域整塊 這是台灣畫的不是很好 這是台灣 這是琉球 這是琉球 這個是日本國 這是北海道 這整塊都叫做大日本帝國 然後 原本這個地方是殖民地 是殖民地的狀態 那1945年的4月1號 日本天皇頒布造書 造書的 剛剛有講過 造書的 造書是讓憲法有效的一個東西 所以它的層級高於憲法 對 所以在1945年4月1號的時候 天皇讓我們台灣人擁有 參政權 還有相對義務的參戰權 我們能夠去決定 能夠去表決 可是相對我們也要 如果他們要戰爭 我們也要參戰 一個國家如果 有一個區塊 這個區塊如果不效忠於你的時候 你能不能把武器拿給它 你不會放心 因為你把武器拿給它 它搞不好會反過來打你 所以一定是這塊土地完全都沒有問題了 還有它的戶籍全部都清查過了 所以我們現在台灣 我們台灣民政府這邊有在幫美國那邊 美國那邊自卡的一個 一個身分證的認證 就是我們 表示說我們在1945年8月15號之前 台灣整個所有的戶籍 日本人都已經全部幫你調查好了 這是整個憲法架構 它必須要確認這整個領土的人口數 還有族群 包括它的一些特殊的住跡 像我們家就有八腳 那個殘族 或者是有人吸食鴉片 這全部都要記載起來 那這整塊地方就是大日本帝國的領域 那戰敗之後 北海道跟日本 本國 日本國這邊是美國那邊 所佔領 直接佔領 然後這一塊土地 這塊土地沒有經過原子彈轟炸 那也是琉球 它也是美國所直接佔領 然後台灣這裡 也是美國佔領 可是因為 那個蔣介石要求說 那個給他代管 為什麼要給他代管 因為這裡很多都是漢人 當初那個蔣介石跟他講說這個地方很多漢人 他們會講華語 會講華語 其實不會講華語 會講閩南話 會講閩南話 其實也不叫閩南話 叫做好羅威 叫做好羅威 會講好羅威而已 然後跟廈門福建那邊的人 有一點語言相通 這樣子的話 就要我們給他代管 所以就基於這個 那個 那個管理上的方便 因為美國來 來這邊 這邊不會講 不會講 不會講英文啊 像現在日本人 為什麼他們的英文 比我們台灣還要差 因為他們有民主自尊心 他們不希望去學習英文 所以台灣人被日本人教導了50年 他也不希望會講日文的 也不會去講英文 然後日本國戰敗之後 1946年 這是1945年的時候 我們加入了整塊 這是1945年的4月1號 加進去的一個台灣 現在就是整個內地延伸 整塊全部都是大日本帝國架構 然後日本國 然後日本國 在1946年11月3號 更早之前 我們天王去巡訓整塊土地 是北海道還有整個母國這邊 脫離出去 那大日本帝國還在不在 在 在哪裡 在台灣跟琉球 因為他是被美國佔領中 然後台灣是被麥克拉社 要命令拖給蔣介石代管 就這麼簡單而已 所以大日本帝國在哪裡 台灣 對沒有錯 那 1972年的時候 他這個是1952年簽署 舊西山和平條約的時候 他是先在憲法 憲法是1946年簽署的 脫離母國 日本脫離母國 不是台灣脫離母國 聽好 不是台灣脫離母國 是日本脫離日本 是日本脫離日本 講起來繞口令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然後1952年的時候 他的身分是誰 他的身分是日本國 姬田茂的身分是日本國的總理 還是大日本帝國的總理 日本國沒有錯 所以在1952年 SFPT 就是我們的那個 就是那個和平條約的時候 他簽署的時候 他的身分是代表日本國 那個區塊 就這個區塊 那個簽署和平條約 那我們有沒有跟人家簽和平條約 沒有 為什麼沒有 因為整個大日本帝國 戰敗的時候 沒有錢 天皇打仗 打到他三餐都用一顆飯糰解決 這是我們的天皇 我們的昭和天皇 當初打仗的時候 打到三餐只能用飯糰果腹 他也沒有吃得很好 所以戰敗的時候 大日本帝國沒有錢 那沒有錢他有沒有賠償 美國48萬的大兵的死亡 沒有辦法 那美國他們的大兵有沒有賠償 有 誰幫他賠償 美國 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美國人被日本人殺死了 那為什麼美國人還要自己賠美國人 那個賠償金是 撫恤金是誰要出的 誰要出的 大日本帝國 那大日本帝國沒有錢怎麼辦 當奴才 所以 琉球他們 你們 在1972年的時候 當奴才當購了 在1945年 那個到1972年的時候 覺得這塊土地OK 沒有問題了 你們已經賠完了 因為當初美軍有上岸去屠殺他們的 那個琉球人民 殺得很厲害 台下很厲害 幾乎 死了快將近一半的人 那個琉球那邊 那這麼大規模的戰役 如果上岸台灣的話 台灣會不會死更多人 會 他後來是沒有啦 他只有少部分人上來佔領 做一些宣示的動作 那派那個B29號 轟炸機來轟炸你台灣 死者幫你打 那佔領的還是美國 不是蔣介石張 蔣介石當初是在很遠很遠的重慶 在那邊 我們那個日本的飛機 然後 我們台灣人到現在67年 到現在 沒有解放 因為我們還沒跟日本 跟美國 談好 整個賠償的條件 我們大日本帝國台灣 到現在也沒有簽署和平條約 所以現在還要當奴才 陪葬在 陪葬戰爭在 就是這樣子 所以在 包括就是在和平條約 日本說他放棄 他已經先脫離出去囉 我們 這整個是天皇的孩子 有三個 然後那個大哥 他雖然是大哥 他已經出去去外面了 去外面之後 他還沒可以 他貨車已經刷出去了 他也在聯合國登陸囉 他不是日本 大日本帝國 他是代表日本國 而且他加入聯合國 加入聯合國 之後他的身分是什麼 日本國 不是大日本帝國 他簽署和平條約是代表他這一個區塊 簽署的 因為 雲丹的關係 讓他提早能夠獲得自由 所以1952年 日本國首相吉田茂 他是 日本國的 只能代表日本國這個區塊 沒有辦法代表大日本帝國 大日本帝國現在都還在當人家奴隸 所以 我們的 這個 這個算是二哥 我們的二哥也很好笑 他獲得自由之後 結果 結果他沒有回到大日本帝國的 懷抱來 他去 加入 那個日本國 當他的沖繩縣 因為那邊是自由地區 當然也是可以 只是我要 在這邊跟各位講一下 要跟大家講一下 大日本帝國 在台灣 大日本帝國的政府是什麼政府 台灣總統府 不過在1945年的10月25號 他們叫做光復節 其實是我們的那個政體被瓦解的時間 政體被瓦解國家有沒有滅亡 沒有 佔領不能移轉什麼 主權 對 沒有錯 所以我們台灣民政府是按照國際法 實施我們台灣人民的自主自治的一個政治 就是團體是一個政府 不是掛在中華民國的政黨 有沒有違法 沒有違法 沒有違法 中華民國說有 這個是那個判亂罪 亂判罪 其實他們叫亂判罪 亂判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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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才是主人 不是跟他們一樣是流亡難民 對不對 所以我們從這裡的整個那個架構 我們可以來看出來 大日本帝國沒有因為戰爭而被滅亡 他還有殘存的土地在哪裡 台灣 沒有錯 這是日本國的憲法簡介 那個在那個他的詔書 天皇的詔書 讓日本國憲法有效的詔書 他所寫的 正基於日本國總體名義和新日本的建設基礎上 挺好 新日本他不是寫大日本帝國 有一些字因為是日文字 所以他已經 他是這邊深感自由的可貴 還有那個戰爭的殘酷 那經過蘇密宴顧問的諮詢 經由大日本帝國 這是名文寫的喔 經由大日本帝國 他上面是寫新日本喔 下面是寫大日本帝國 第73條規定 由73條是什麼程序 自憲程序嗎 不是 是修憲程序 然後經由帝國議會表決 批准大日本帝國憲法的修正案 在此公布 那下面就是育名育席 他的名字 然後他蓋了天皇的印章 然後他的日期是 那個1940年的11月3號 然後下面是寫著 他們這些 那個新內閣的那個 內閣名單 就是外務大臣兼 內閣總理大臣 吉田茂 那為什麼日本國脫離 大日本帝國之後 為什麼還要給 大日本帝國的天皇籤 因為 日本國他是修改政體 修改政體之後 他還是必須要效忠什麼 主權 主權是誰 天皇 他是二維效忠 不是當初的君主立憲 絕對君主制 所以 日本國目前的政體跟國體 已經分開 天皇不能執行任何 有關政治上的一些舉動 包括接見一些特殊的人 包括接見特殊的人都不行 都要經過內閣的同意 才能夠去執行 再來我們介紹 這是日本國 不是我們的憲法 是日本國憲法 日本國跟大日本帝國不一樣 我們才是大日本 日本國是什麼 我沒有講 然後日本國 這是我們的憲法的前言 憲法前言我翻例起來 跟各位分享一下 日本國民決心通過正式選出的 國會中代表而行動 為了我們和我們的子孫 確保與各國人民合作 而取得的成果和自由 帶給我們全國的恩惠 消除因為政府的行為 當初宣戰是政府的行為 然後不是天皇的行為 這邊有寫 而再次發生戰火 然後宣布主權屬於國民 這裡的主權是什麼主權 主權的官吏權 不是所有權 所有權在誰身上 天皇 然後新的日本國 現在是很強 然後他們的憲法一共有11章 103條 然後修憲之後的日本國憲法 他的重點在於第9條的放棄宣戰權 還有政烈西方普世價值的 那個自由平等觀念 還有男女平權 更早之前是還有男女平權 還有他們所謂的公民 是必須要繳稅 有進行繳稅的義務的人 才能夠去投票 他們才有表決權 你不能說你18歲 年滿18歲 然後你沒有進任何的義務 那你就要去享受這個權利 可不可以 不行 因為義務跟權利是相等的 後來因為 有那個貧富關係 這是不是他個人造成的 是因為整個政治造成的 所以 在這個平等的觀念 他把那個原本 有規定說要繳稅能夠投票的部分 把他給廢除掉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年表 跟我們那個大日本帝國 跟日本國的憲法史 還有台澎群島的關係 1890年的時候 大日本帝國憲法施行 我這是從遠到近這樣子排下來 大家就可以知道這個關係 大家就可以知道 舊金山和平條約的時候 簽署的時候 吉田茂他的身份是誰 是大日本帝國還是日本國 我們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然後1895年的時候 下官條約 台澎群島永久割讓於大日本 的什麼 天皇 我們的第一頁 開章 開章的第一頁就是 大清帝國大皇帝 與大日本帝國大皇帝所簽署的條約 互派內閣總理大臣 他的結構是這樣子的 然後再來1895年到1915年的時候 因為他當初割讓的台灣 他當初是刮的台灣 只有三分之一而已 六個屯肯區 勉強說有七個 包括澎湖有七個屯肯區 因為澎湖他們本身 那個布地比較不好跟著 所以其實有七個 他們台灣近代史的很多的學者 他是研究台灣 他是用本位主義去研究台灣 可是他把澎湖給剔除了 其實澎湖在國際法的法規上面 也是屬於 那個清帝國 因為大 因為馬關條約 他是也是逐地踏勘喔 他是李金芳還有那個 那個伊藤伯仁他也派一個他的那個 那個 那個算是副手啊 去逐地踏勘 主導去收復 去確認他的整個方位 包括 那個他的經緯度 全部都有把它標注出來 我們可以有 我們回去的時候 我們大家可以在Google上面 去連結那個 馬關條約 下關條約的 真正的一些原本 下來看 他上面有寫 然後1895年到1915年 20年的時間 將近21年的時間 整個大日本帝國才把台灣征服 原本是只有三分之一 那另外三分之二是誰的 原住民的 對 所以因為我特別注意 那個整個台灣 給日本的時候 整個三分之二是原住民 因為我們原住民他 他不會講台語說我 配合一下啦 我們必須要尊重原住民 真的不會講沒關係 沒關係 我們還是要配合你 因為原住民 不是原住民 原住民是貴族 是貴族 我們台灣的貴族 然後 從1915年 1915年之前 20年的時間 他是軍政時代 我們的整個憲法頒布 一定有一個固定時期 軍政 訓政 憲政 這個蔣介石他們的 國民黨的教育有講過 其實不是他講的 是蔣介石去日本 學的時候有去學到 這個皮毛 有去學到這個皮毛 那花了20年的時間 一共殺了我們多少人 殺了我們台灣多少人 殺了28000個 日本花了21年的時間 殺掉我們台灣28000個 他們自己犧牲了6000個 然後 228的時候 短短8天 國民黨21軍 劉宇清師長的軍團 開上來 短短8天的時間 殺掉我們台灣人 12萬8千人 這個是沒有初級的部分 有初級的部分 還沒有算進去 接近15萬人 所以我們整個 整個台灣 你要現在中國那邊 一直想要把我們台灣拉攏過去 我們希望讓他拉攏嗎 他短短8天殺掉我們 12萬8千人 那日本國花了21年時間 他是征服台灣 征服之後他就還給你 他佔領之後 他就不會殺你的人了 除非你會反抗他 然後再來1895年 對不起 1915年到1945年的3月31 就是那個天皇造書頒布之前 他讓台澎群島的人民 黃民化給我們教育 給我們所有的人普遍教育 他當初通通全部都有普遍教育 都有普遍教育 所以很多人都會講日語 我們老一輩的一些人 他們都會講日語 然後在1915年到1945年 其實還發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在國際上 有一個叫做華盛頓海軍條約 那在1922年的時候 他有講到 那個整個所有的聯合國列強 他有承認台灣是屬於大日本帝國 不是日本國是大日本帝國 1922年的時候華盛頓海軍條約 所以不只是我們自己承認而已 聯合國全部都有承認 當初是沒有聯合國的建制 可是在華盛頓海軍條約的時候 有去寫到台灣 他有劃定那個海界 當初最早的時候 我們劃定就是華盛頓海軍條約 把台灣跟澎湖算在大日本帝國裡面 然後再來1945年4月1號 大日本帝國天王造書 讓台澎群島人民擁有參戰權與參政權 那台澎群島成為大日本帝國的固有領土 就是內地延伸 從1945年的4月1號開始 就是進入憲政時期 進入憲政時期的時候 主權能不能割讓 不行 不能轉移 可以買賣 可以當作站在賠償 可是不能夠割讓 不能夠輕易割讓 然後到1945年的8月15號 雖然這只有6個多月 那個算一算 還到9月分的時候有6個多月 然後天王投降的時候 是差不多4、5個月的時間 我們大日本帝國投降 美國軍事佔領日本、琉球還有台澎群島 那台澎群島是由美國 麥克拉斯1號普通命令 那要求蔣介石政府管理 負責接收 有沒有負責接收 沒有 天皇造書 在那個他的天賦書 我們那個麥克拉斯1號命令上面是寫說 向蔣介石投降 可是蔣介石 他是派陳怡來接收 不是 是來接管喔 不是接收 不是打結的結喔 結果他把接收 做成接收 他來唱歌 講到台灣光復 很嗨 很嗨 然後 在那個 1945年的10月25號 大日本帝國台灣總統府 被蔣介石政權解散 就是這一塊 就是這一塊 這一塊的管制權解散 那解散了過了4年之後 1949年的時候 那個這個軍政府把我們解散那個軍政府 他怎麼樣了 他流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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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全部都搬來台灣 然後他有沒有規劃的對象 有沒有說 我流亡到這個地方來 然後我必須要向這個地方去 那個經過他們的同意 當然要經過他們的同意 一定的程序 那我 那個變成難民 然後來這邊規劃 沒有 他直接來了 直接來沒有經過台灣人民的同意 所以到時候我們要請他回去 那當然 我們台灣人要不要做這件事情 不用 不是我們做的 因為當初蔣介石他們的那些人 是美國帶過來的 不是我們台灣人把他帶過來的 我們台灣人有一些人是搞不清楚狀況 跑去那個基隆港 那個高雄港那邊去羅谷宣天 去那邊舞龍舞是歡迎他們 這是被國際上所運作的一個假象 再來 1946年的年初 再這個相對重要了 1946年年初 日本國政體草泥修憲 那大日本帝國為了配合那個日本國 他們那個要獲得自由 因為他們被原子彈打 那死了八十幾萬人 然後後續到現在都還有那個戰爭的後遺症 因為那個地方還有很多的輻射在上面 那獲得 也獲得國際上的同情 所以他們提早 那個時候一開始就已經 聯軍已經 一開始就對他們比較客氣了 因為那兩顆原子彈是必須要去追溯的 麥克阿瑟也是戰爭犯 也是戰爭犯他已經死了 跟蔣介石一樣 可是他也是戰爭犯他丟了原子彈 為什麼不能丟原子彈 因為原子彈叫做無差別屠殺 戰爭只能夠去打軍事設施 只能去壓制政體 不能夠屠殺什麼 人民 對 那兩顆原子彈有沒有分別 誰是人民誰是 誰是 誰是軍隊 沒有 一律屠殺 一律屠殺 而且還留下很長遠的後遺症 到現在都還在影響著我們 那日本國的天皇尋性 就是足地踏勘 為什麼他要自己去尋性 為什麼他不要像馬官條 派兩個大臣去處理就好了 因為所有的官制全部都被解編 所以他不官好派 老闆自己來 老闆自己來 那我們的天皇尋性日本國的政體 國境 親自足地踏勘 日本國體領土範圍 確定說 原本要 原本是 絕對君主制 對我效忠的 那 現在他要脫離出去 還是二維君主制 還是要向我效忠 可是那個地方 已經 我已經不能管的地方 有多大 是哪 哪幾個地方 他必須要足地踏坎 這個叫做復和復查 再來 1946年的11月3號 天皇已經尋性完了 確定整個領土範圍了 然後大日本帝國天皇簽署同意 他是簽署 直接簽署日本國的憲法嗎 不是 他是大日本帝國的皇帝 所以他是用大日本帝國的架構簽署 造書 同意 日本國修憲架構 他要脫離出去 那我準了 你就脫離出去 可是脫離出去還是他的孩子 不然我們的孩子 一定會向我們法度立 出去後 去外面自己 逃吃 那是後 就是我們的孩子 當然是 當然是 這個 血緣是割不斷的 那 日本國體 脫離大日本帝國政體 不過他沒有包括帝國台澎 他沒有包括台灣跟澎湖 那天皇也沒有來踏看我們台灣跟澎湖 所以台灣跟澎湖到現在是誰的 天皇的 是天皇的 是哪個天皇 大日本帝國天皇 不是日本國天皇 是大日本帝國天皇 在1952年的4月28號 這是已經過了幾年了 過了我沒有算 過了五年五六年了 過了六年 六年的時候 對五年多了 那個就是在和平條約簽署的時候 二維君主制的日本國集鐵帽放棄君主立憲制的大日本帝國台澎群島主權 為什麼 為什麼他放棄這一個 因為 當初的 他是托 他已經托 他是必須叫做重生 那個叫做重生 重生他已經脫離大日本帝國架構 他已經管不到台灣 而不是他能夠去切割我們 你的孩子要跟你說他要離家出走 因為他說離家出走你就放他了 不可能 你同步要把他登報作廢 是不是這樣 開玩笑 登報作廢也不好 因為孩子就是孩子 我們自己的孩子就是自己的孩子 他脫離出去了 還是我們孩子 因為他是有部分原因 因為 現在要來鄉站在 因為日本國沒有人好的礦產 沒有任何礦產 沒有錢 沒有任何的一些資金 因為打仗打得那麼久 錢也都打光了 剩下很多軍縣 那個一些軍縣那些 全部都被繳械了 那一些金錢上沒有辦法賠償 所以 一家家裡三個孩子要做路財 一個日本 一個台灣 一個琉球 一個家裡三個孩子要做路財 他們那些孩子 把美國說到未來 美國可憐 他說好 這個不用來做路財 所以那兩個繼續做 要做路財要做什麼 賠償戰爭費 戰爭費用 那琉球到了1972年的時候 他就自由了 那台灣到現在還沒自由 到現在還沒自由 所以在1952年4月28號 的積田茂 他能代表大日本帝國嗎 不行 他只能代表 大日本帝國的日本國境 新的日本國境裡面的 一小部分的 雖然他是最大 可是也必須要說 因為他是三分之一 可是在面積上 他可能是超過一半 我們不能用面積下去算 有三個政體被壓制 那我們大日本帝國台澎群島 那個被他片面切割 那日本國政府 原本的台灣總督府 必須要聽命於日本國的首相 後來他已經切割就不需要了 那日本國政府 自治於大日本帝國之外 所以我們常常很多人在講說 我們台灣脫離日本的統治 不太對 好像是日本國脫離大日本帝國的統治 才對 大家說有沒有道理 有道理 有道理沒有拍手 謝謝大家 要大家拍一下手 精神比較好 大家來這邊很辛苦 再來1972年的5月15號 大日本帝國琉球民政府解散 那民政府解散之後 編入日本國的沖繩線 為什麼 我們後面再解釋 第一個 我們從這個整個的嚴格來看 可以分析的 簡單分析 這不是全部 簡單分析幾個重點 大日本帝國戰敗 但是沒有滅國 那憲法還在不在 還在 不只我們在用 日本國還在用 新勒無色 古勒無色 他們的日本 我們原本大日本帝國憲法在那邊 還是有部分實施 可是在台灣是停止實施 沒有被廢除 只是停止實施而已 因為政體不在 政體被解散而已 那現在是重建 我們台北政府是重建 重建這個政體 然後大日本帝國憲法 因為戰敗被占領者壓制 有沒有取消 沒有 再來 第三點 台澎群島 到現在我們去找 這個我透過網路廣播 我們那些媒體 我可以很大膽的跟所有的 我們那個在台灣包括日本的學者 你們找出來 完全沒有任何文件 有效的法律文件 包括就是那和平條約 有證明說台灣澎湖 有脫離大日本帝國的架構 沒有 所有的全部都是寫著 日本國脫離大日本帝國 不是台灣脫離大日本帝國 那1972年的5月15號 琉球民政府因為帝國 台澎群島被占領 然後總督府被瓦解 沒有改制稱台灣民政府 所以 因為那個時間點沒有 本土有效的政權 只能夠加入日本國獲得自由 因為那邊是自由地區 日本國那個地方不用做老財 我們台灣人還要繼續做老財 還要繼續當奴才還戰債 那大日本帝國目前的主要政體 就是台澎群島 還有他的主要政體是台灣民政府 我們台灣民政府是按照國際法 國際公園戰爭法所成立的自治政府 我們是效忠大日本帝國主權 什麼叫效忠 效忠有一個很簡單的定義 我們要繳稅 要繳稅 所以是給誰的 給政府的 那政府會撥一部分去養天皇 不過這一部分不會很多 可能不到 如果以國民黨在這邊的 可能每年不到國民黨來這邊 烏走的千分之一 不需要那麼多 那日本國現在給 現在的日本國給天皇皇室的費用 一年的 在他們的國民的整個稅制裡面 還不到千分之一 這樣子就效忠了 這樣子就效忠了 天皇再怎麼樣 他一天24小時 他還是跟我們一樣 他不會吃很多 他不會吃很多 所以 我敢願把這個稅金拿一刷給天皇 還供養天皇 因為天皇是我們的老闆 本來都要給他 這是一個管理金 要給他 或是要給國民黨 要給外來這裡來給我們拍攝 給我們拍攝 還給我們氣篇 還給我們出賣 天皇會給我們出賣 賣 他現在是水狂甯起來而已 我們常在說 台灣是那個日本 那個日本不可分割的 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我現在在這邊大聲的要講 日本國與琉球群島均為大日本帝國 台風群島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這句話在前面說 誰是主體 台灣才是主體 日本國他是切割出去 因為他們必須要提早獲得自由重建 因為他們有接受到原子彈的轟炸 琉球是有經過大規模的戰爭 我們台灣沒有經過大規模的戰爭 我們有時候會覺得辛苦 那日本國跟琉球群島有一天要回來 不是回來台灣 是回來大日本帝國 現在的主要的政體建構剩下台灣 現在在做路線的像我們台灣而已 本土台灣人 才是正港的 才是正港的日本人 我們不是日本人 我們又是台日本帝國的豐民 現在日本國的國民是豐民 不是了 不是了 到現在 在政治的聯絡裡面在做路線 在替日本帝國的建政 到現在還沒有簽署和平條約 我們到現在還沒獲得自由 沒有任何一份文件 我們歡迎所有的學者 可以對修徒的論順做條件 歡迎 同好馬英雄來講 我跟寫古路譬文 現在跟寫他都不敢打開 很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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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票嗎 繼續 繼續 好 再來我們來介紹 贊娘者 贊娘者的憲法 贊娘者的憲法 美利堅合眾國的憲法 是做美國的根本大法 他們是 他們的主權在哪裡 他們的主權是在各個州 現在有52個州嘛 53個州 不管有幾顆星星我都不會去算 因為當時有的人 有意思說要算 阿拉斯家有人說不算 有人說要算 有人說要算 阿華裔有人說不算 有些又想脫離出去的 多算少算都不對 50幾顆星星 不好意思 那美國成為一個 由各擁有主權的州 所組成的聯邦國家 所以他們的主權在哪裡 在州 在州 那 所以他們的各州的憲法 的層級有沒有高於 那個整個所有的州的層級 沒有 一樣大 八大 八大 他們是聯邦的 那是一個成文憲法 在1787年的9月17號的時候 在廢城 那個鳳凰城那邊 召開了一個自宣會議 批准的 當初是只有13個州而已 所以我們可以看 美國司法部位 這是美國司法部位的標誌 這是美國憲法的標誌 這是美國憲法的標誌 這是它的標誌 它的標誌 美國憲法它是那個三權分立 所謂的三權分立 就是行政法 行政 立法 司法 三個部分 所分開的 那 我們左手邊這個 我們鬥手邊這個 是代表 美國的立法權 美國立法權 這是 美國的行政權 鬥手邊 這是美國的司法權 那 中華民國 它的憲法是五權分立 五權分立就是 把那個 把那個 考試權 從行政權 把那個 從那個 考試權 把 從那個行政權那邊 拿出來 所以很好笑的一點 很多官員做的措施 批准三個 這個官員 犯罪 結果 柯慎她說 那不是我的 那是我 我是 我自己的主席 唯一來 用人是你 你用的 不是我小的 這個人在你用人的地方 結果 那個 行政院那邊就說 沒有 那個人的組織是在平頂的 他在裡面 有很多 所以你要有一個 所以 就不用負責任了 美國的 那個行政權 跟那個考試權 是在一體的 那 監察權跟司法權 也是一體的 不要五權憲法 要三權憲法 三權憲法 三權憲法 美國的三權憲法 叫做 責任跟義務 相對等 他有負責審查的 那個 司法權有負責 那個 他也有那個 監察的權利 他能夠主動去監察 不是等人家來這邊告 不是 那 中華民國這邊 用的五權憲法 不戴不潛 才會改歲 第二 就是說 人人平等 人人平等 第三 就是在說 聯邦體制 聯邦體制 再來在說 憲法至上 美國憲法 及國會通過的法律 效率高於其他一切法律 這是憲法規定的 那條約呢 國際條約呢 國際條約 要不要通 要不要經過 那個美國國會 也好 所以 國際條約包括 就在河邊條約 都是憲法 都可以 跟憲法同層級 看待 那 那個 他的那個憲法 的部分 有特別寫了一個 違憲審查權 就是說 原本他們的司法權 他 必須要司法 他必須要執法的時候 他的法源從哪裡來 從立法權來 所以立法權 正常來講 他的層級高於 司法權 先有立法才能施法 否則就是 讓法 就是 施設法不行 一定要先經過立法 大家的那個整個 集體的意志 去制定個法律 遊戲規則 那執法者就是 按照這個遊戲規則去評定 就是這麼簡單 那可是 在這個部分 就是讓那個司法 他們的司法院 有那個違憲審查權 意味著聯邦各個各級法院 可以審查立法機關 通過的法律 有沒有跟憲法相抵觸 如果相抵觸的時候 那個他們的司法院 就可以宣布 那個違反憲法的法律無效 而且他們有監察權 他們可以主動的去 調查這整個的法制裡面 有沒有貪 張王百有沒有財團勾結 那武權憲法有沒有這個機制 沒有 所以很多財團 包括最近在講的 那個很多的弊案 25年的購電條約 更早之前我們 那個整個 那個用電根本不需要那麼多 然後結果他 為了要圖利一些財團 他們美其民說 叫做鼓勵投資 以前叫做鼓勵投資 所以弄了很多那個 高於那個 我們那個買的那個 貝仔電力 這個貝仔電力 根本用不到 結果花了1000多元去跟他買 現在要全民買單 全民買單 這個代表無權憲法架構的問題 權責不分 美國是三權分立 是權責 有權就有責 有權就有責 包括 那個他們的司法 願也可以動用 違憲審查權去回頭調查 立法權是不是有官商勾結 都可以 那美國憲法 有共有七個章節所組成 那規定的 政府的三大權力組織運作 那憲法的本文裡面 完全沒有提到 人民享有的權利 他只有寫整個七個章節裡面 就只有講到 那個他的組織架構 整個政府的組織架構 沒有講到人權 可是你們又覺得很奇怪 那美國他不是說 他是由人權立國的國家嗎 對不對 有聽過 有 那為什麼當 他當初寫的憲法裡面 沒有 訂定那個人權 因為當初美國有什麼 黑奴 來制定法律的人是誰 是不是黑奴來制定的 都白人 都是有錢人來制定的 所以他們就 偏心 就偏心 就沒有講到人權 後來大家在問 怎麼沒有 沒有講到人權的部分 後來他們 後來他們 偷偷偷偷的 原本不想訂 後來他們就 暫時先敷衍一下 別問國家為你做什麼 要問你為國家做了什麼 本來沒有要訂 那那些政客就 好吧 先安打一下 你不要把我擦 我們等會繼續 更努力 不然 因為沒有訂到人權 後來一次通過 第一次的時候 一次通過 修正案 十個 這叫做人權法案 原本的憲法是沒有寫到人權的部分 後來 在1791年的時候 一次通過十個 全部都寫上去 不過還是寫得很不平等 因為他們那個時間點 1791年的時候 美國的女性也沒有投標權 他們把女性當成是男性的財產 跟我們台灣剛才賊 我們以前 男人是男人的財產 不是 不是 我們男人是比較 算說 威傑比較低 這是母系社會 這邊沒有很多的母系社會 我們很多 包括我們的原住民 高砂族 貧埔族 他們都是母系社會 夫系社會 有時候有人在說 夫系社會會影響到我們人類的進化 因為女性 她才能夠讓女性去挑選 她才能夠找到最好的基因傳承 男性 你如果說 比較多的 結果是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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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頭腦簡單 四肢發達的 她用武力 生出來的孩子 還是 頭腦簡單 四肢發達的 那人類會 往下沉淪 最好給女性挑 這個人頭腳好 身體又好 我讓她來傳承下一代 這樣不太正床 這是題外話 說從這裡來 我讓她稍微比你體 是不是 我們 我們來簡單介紹 美國的憲法 一共七章 七章裡面的 第一章是立法權 就是說這個立法權 包括 美國的參議員 的院長 是什麼人做的 美國的 副總統 美國副總統 兼任美國參議院院長一職 所以他們的總統 比較大還是副總統比較大 副總統比較大 副總統可以兼諸總統 可以 本來就是了 很正常 那麼行政權 雖然在明目上 總統還是比較大 可是總統職權 還是要被監督 不能夠無限上綱 所以副總統必須要監督他 所以第二章是講到行政權的部分 這是總統的部分 再來第三章講到司法權 時間的關係 我講得快 因為這個我們不要用 我們不要用這個 我們是要參考 司法權裡面有講到一個陪審團制度 美國他們使用陪審團制度 那我們的母國大日本帝國 他用的是什麼 是陪審團制度 是 我們的租款用的是陪審團制度 我們的母國 也是 摺點摺也是用陪審團 我們的母國也是用陪審團 中華民國也是陪審團 不是 阿門開開 有錢 有錢 沒有錢 阿門開開 聽到有 他們都是這樣 第四章就講到這個國籍之間的寬力 因為 州 他們主權在州 不是主權在國 主權在州 然後他們是聯邦制 所以各州的權力之間是平等的 平定 可比 這個部分 我們要求它用 變 如果台北籍的孩子 當身體籍者的犯署 我們身體籍的籍者 可以多說兩個嗎 不行 說三個就說三個 不可以多說兩個 一樣 這是平等 就在說這個部分 還有說這個引渡程序 台北籍的孩子 走來做那個 身體籍者的犯署 他要求說要回去台北籍辦可以嗎 可以 引渡條例 不過他們這個引渡條例很少用 為什麼 因為引渡所有的費用是使用者付費 你罪犯你要求要引渡的 好 那所有的那個交接的警察的費用 那些薪水都是交給你付 你有真的去引渡 引渡回去的話 你會不會受到公平的審判 可以 因為你是配省團制的 用TV 抽籤的 那誰能夠擔任那個配省團 必須要有具備公民身份 不是國民喔 是公民身份 然後有去 登陸願意做那個配省團的 才有資格 那不是 你引渡回去就能夠 帶你找人來幫你辦 沒有 那是法院那邊幫你抽籤 那配省團是不管你的 就是 我要給你 給你干涉的 就是這樣 再來 第五張在說到這個 憲法修正的程序 每個法 必須要因實制宜 或者是因地制宜 有時候 可比 我們有人在說 網路上有人在說 黃石公園如果發生了 那個百萬年來最大的 地震的時候 美國分成兩半 那怎麼辦 憲法重修 對不對 對 所以要修正 那美國有沒有滅國 沒有 足以全部都沉下去 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 連憲法都必須要規定 修正程序 我們 中國 要做台日本 中國的憲法 有規定 修正程序有沒有 有 第幾條 73 剛剛講的 73條 表示大家都認真 我要扣持一下 日本國現在的 憲法就是 緊急73條 修正母國的 母國的大日本帝國的憲法而來的 所以這個每個 每個憲法都必須要規定修憲程序 那修憲程序有兩種方式 第一種就是國會發起 或者是由各州發起 那第一個 國會兩院必須要經過 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數人 可以提出憲法修正議案 州可不可以發起 可以 可是州要發起的話 必須要連署 現在原本是13個州 那現在有50幾個州 那連署是不是很困難 很困難 所以大部分都是由美國國會發起 只有整個 美國所有的憲法的歷史 只有一個議案 只有一個事情 讓全國人民不滿 讓國政府發起 你美國的國會 你要幫我處理 你的聯邦政府你要處理 沒有我這支 沒有要這樣做 我幫你反對 只有一個議案 跟為了什麼議案 就憲法第21條修正案 只有憲法第21條修正案 是由各州特別修正會議 批准的 他規定什麼呢 規定說 廢除第18條修正案 美國各州的人民 他們覺得第18條修正案 違反了他們的人權 這是第21條 所以他用第21條去廢除第18條 所以第18條是什麼 禁止美國在國內製造運輸酒類 這不是對我們台灣人來說 這是酒而已 不過美國把酒放在美國憲法裡面 這就是重點 這就是連這種很小 台灣人的臉酒來看很小的東西 燒酒而已 本來是不可以喝燒酒 這不可以喝燒酒 大家賺不得了 所以用一個憲法的第21條 跟廢除 所以美國的憲法修正案裡面 有兩條是跟燒酒有關 這是要向美國照的 再來說到這個第6章 就是聯邦政府的權利 憲法第6章規定憲法本身 和聯邦政府制定的法律 以及簽訂的條約 在全國範圍內 具有最高權威 他有規定範圍 不是不能跨越別人 不能去墨西哥港實施憲法 中華民國有帶來台灣港實施憲法嗎 有啦 這不行啦 他的憲法有沒有效 無效 為什麼無效 因為他國家他連那個選舉的那個人 都已經搞不清楚 他搞不清楚什麼叫公民 什麼叫做國民 他都說 他們那個中華民國的法律 我們大家應該也都知道 誰有選舉權 中華民國的公民 他們的法律 民文規定的 那可是我們台灣 我們各位可以拿起我們 那個中華民國給我們那一張 那張 那張 看起來是有效 結果是世界上是無效 出國就完全無效 那張破爪 中華民國 什麼身分證 國民身分證 欸 他為什麼不給我們公民身分證 然後叫我們拿著國民身分證去選 去執行公民的權利 他這個就已經違法啦 他為什麼 你可以改啊對不對 你如果覺得 你寫國民身分證不好 你可以改成中華民國公民身分證啊 台灣人是你的公民 你好等你 白紙黑字你給我嚇出來 不行喔 他因為我們是被佔領者 只能夠釋同 是釋同而已啊 不是準國民啊 是釋同為他們中華民國的 被佔領者的國民而已啊 表示說我們還是受到他們的憲法所保護 可是他們國家已經滅亡 已經滅亡了 所以我們要求美國要來處理這件事情 他的國家已經滅亡 他的憲法無效 到現在為止 美國廣州通過27號的囚禁案 其中有2個 是跟消息有關的 一開始的10個 是一次才有通過 叫做人權法案 規定人民的管理到對政府的犯罪 後面 後面17號的修正案是 一次一次這樣修正 每次都召集 全國的人 那個派代表去 都要召集一次 美國領土那麼大 要走一段很累 那個時候沒有分量多 都要坐牌車 坐牌車 坐牌車他們的原住民會出炒 也是會 也是會 他們那時候也是有原住民 那 重點就是 無罪論定 那個 憲法沒有賦予政府的權利 全部屬於各州和人民 政府不一定的法 全部都 為 集到人民 不能無法 所以無違法 我們中華民國 最近在台灣這裡 在把我們政策土地 因為他的主公法沒有過 因為你們人民 你們的那個整個立法院 停擺 沒有反通過 所以我先自己 用新政命令先停 可以嗎 不行 江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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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 那時候 潘孟安 還有 還有一個 田丘審 你把那時候 李政部上是江一法 這我透過的望路 如果江一法 你不願意你會把我告 我有 手機有你的政策 那錄影怎麼有聲 你自己 講出來 在國會殿堂上講出來 是流亡國會 不是我們的國會 是在流亡國會上講出來 因為無法 所以沒有威法 因為無法 所以沒有威法 所以沒有威法 才會解釋 真的啦 說到這實在很延期 這就是 中華民國 來這裡代貫 讓我們無人款的政府 而且 土地是干涉到主權 主權是牽涉到 那個土地權是牽涉到主權的 你怎麼可以侵略 美國的佔領地區 這個都不行 也不能夠侵略 日本的那個主權 再來 再來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憲法的簡介 中華民國的憲法 一共有187條本文 12條修正案 在1949年的時候 壽終正寢 這個 做夢白 在南京 在南京 頭上有誰 中華民國 在公元1912年的時候 立國 然後在1949年的時候 建都南京 這段時間 是他的國座 已經結束了 結束了 1949年的時候 那全世界都承認只有一個中國 那也是 那是不是國際條約 是喔 那是國際共識 真正的總統 李中仁流亡美國 那下野的 那個假總統 他已經下野了 下野之後 那個 原本 這個我要講清楚啦 花一點時間 原本我不太想講這個 可是要 讓大家 清楚一下 中華民國在台灣 到底是什麼本質 我們本是 那個 行政了 那個是 他們 不是我們台灣 這裡 他們一國 他們一國 行政了 第一任總統 是 副總統是 李中仁 那個 建政了 建政了 結果 蔣介石 因為 那個 戰爭的時候 那個 跟 不是 國公練習 是 跟日本 帝國戰爭的時候 他常常都會 台詞自己的人 因為他的兵 他的 中國兵不會 不會作戰 很弱 跟人家說 當然的兵符 走到哪裡 日本兵 弱 弱不弱 他們走路 走路 都沒有打 沒有打 用撤退的方式 一直撤退到重慶去 那 蔣介石 為了要阻止 這個事情 他的兵不會打 他只有 他的姓可以打什麼 他可以打人民 所以他都台西 中國大陸的人 中國那邊的人 台西中國的人 把台西兵民的罪名 放給日本人 我們可以看到 我之前 給各位介紹 有三個 有三個 這個就是架禍 叫做南京大屠殺 南京大屠殺 發生的時候 那個時候 是國民黨在青黨 的時候 原本國民黨和共產黨是做好的 為了要共同一致對外 有的人說先安內好人外 有的人說先人外好安內 國民黨是要求先人外再安內 先一致對外 全部都打 日本 跟我們做前 我們就是台日本大國 先跟我們做前 跟我們做前 然後他們 再來 做 那個 那個時候 南京市民 就是在青黨 國民黨在青黨 在青黨 結果國民黨 台西共產黨 跟那個人所 跟那個外面 已經在四個 幾代去的 人所 全部叫叫叫叫叫 沒有到三十萬 說三十萬 當然 我們進去的時候 我們做 台日本大國的 進入 南京的時候 我們進入 南京的時候 但是我沒記得 所以我們的貴族 我們進入南京的時候 他們那個民間 因為那個地方 我們已經宣布佔領了 那南京市的市長 也已經下野 已經被我們壓制了 是不是應該要服從我們 結果他沒有服從 國民黨跟共產黨 在後面鼓噪 發動 那個整個佔領地區的 那個 那個反動行為 反壓制 反佔領行為 所以 你如果放下武器 我已經宣布這一塊土地 被我佔領了 那你人民 必須要放下武器 那你軍隊 你軍隊 也必須要放下武器 如果沒有放下武器 四同跟我們抵抗 那要不要殺 那就殺了 在國際戰爭法上 這樣是可以殺的 可是沒有殺那麼多 就是有一些造反的人而已 那大部分人是誰殺的 國民黨殺共產黨 他們叫做青黨 在青黨 因為那個時間點 我們的日本兵多去處理 因為日本兵是怎麼去打中國 不是去人家撿 要幹什麼呢 不是去跟人家 那個地方為作是 那個日本國的領土 沒有 日本國 那個美國去接 美國去接 日本去接 很多地方 怎麼會把那個地方為作美國 不行 國際戰爭法上面有規定 在那拿破仁戰爭之後 因為人權的關係 就規定說 戰爭不能轉移主權 所以那個時候 就是因為國民黨跟民進黨 他們那邊這樣 因為早前日本是 中國的附屬國 在唐朝的時候 那中國那邊已經違反 因為他們日本在那裡 那裡 那個阿祥這邊 是第一個工業化的國家 所以他們很先進 那他們回頭看那個 原本在保護我的母國 中國的時候 就發現他們很落後 所以他們想要進去解放 那時候 大東亞共同圈 那時候 就是準備要建設成 中華邦聯 就是要把那個清帝國壓制 因為清帝國 學到沒桌 日期的時候 我們大日本帝國 出兵去那時候 是要跟他們解放 他們是要解放 什麼叫解放 讓人民自由 如果沒有在那裡 帝國那裡 法要抬就要抬 草菌人民 那個時間點 就是他們 接近我們 日本帝國的兵 進去南京城 裡面 所以他把他抬成功 因為 起的記者 因為那時候就有戰地記者 不知道說到底誰是誰 不知道到底是誰 不知道到底是 是上台的 誰知道是被誰殺的 沒有人知道 人數是隨便他講的 我們這個行為 可以看出來 還有另外 我剛才說有三個 第二個 就說就是 長沙城 雲西大火 這是嫁禍失敗 後面兩個是嫁禍失敗 就是在 湖南長沙 那裡 長沙城 現在就把那個 長沙城 圍起來 酒瓶都打 油 然後 把那個門關起來 車門都關起來 不准 中國人 中國人民 走出去 然後日本兵 來的時候 他怕要放火 是把整個 長沙城 放火 把它燒掉 把它燒死 製造 製造那個 屠殺 人民的 那個 形象 給國際去護火 日本兵 國際 國際那個力量 他就介入整個 中國的戰線的 一些 人權的保護 要真好 結果因為 那個天氣的關係 日本兵 萬三天 那個行程慢了三天 慢了三天 結果 現在安排很多記者來 去長沙城外面準備 看 是到底什麼人 在台西灣 對個人 他們對個人 結果日本兵 因為天氣的關係 總之 萬三天 結果他們的兵 搞錯信號 結果整個長沙城 全部大火 休息 結果 英國 跟法國的記者看 日本兵就還沒來了 你們為什麼 自己就倒閉了 今天有一點不見識 說這叫做焦土政策 我們寧願把 那個所有的 那個 用空間換取時間 拖延日本兵的進兵速度 不能讓他取得長沙城的物資 你不能 不能讓 不能讓 那個日本人拿到物資 你幹嘛 不讓人民走開 你為什麼把城門關起來 這就是 這個我們回去的時候 我們回去的時候 可以在那個網路上去查一下 叫做長沙文系大火 這個 很快就製造 那個 一個 本來是要 把這個 貨端 要 架貨給日本人 另外這個就是 黃河潰堤事件 為了這個黃河潰堤事件 通常死三百幾萬人 很快就把那個 那個 那個黃河炸提 然後整個那個 黃河灌溉的地區 全部泛濫 全部泛濫 原本也是要請貨給日本兵 結果日本兵也是因為天氣不好 他又受阻 啊 還沒到的時候 什麼在 自己就崩潰了 然後整個那個 那個灌溉設置 全部都毀了 那個上游的那一隻就衝來 造成 中國 七年的 的飢荒 我們 我們 以前 之前給我們告訴我們 他們都在吃臭皮 啊 那時候 摩特丹都說我們這邊吃 吃香蕉皮 像我們在吃皮 肉都吃了之後 他們那個時間是真的有 一段時間 是七年的時間 災防 為什麼 這什麼人造成的 以靠黃河人家那個 在殘米 殘稻米的地區 把那個黃河板上炸掉 那七年的時間才恢復 那七年的時間 又發生瘟疫 喔 又發生那個 那個 當初是 第一時間這樣 第一時間陰事 就百幾萬人 喔 對 又人吃人 人吃人 到現在還有 現在還有 他們的一態化 一些那個 女兒子 太 那 知道是女兒子 就 就去吃 這很恐怖耶 中國到現在還有人吃人 所以我們要和他做好 不要 這個储兵 我們是為了 那個 那個 為什麼比較高 所以 印度國人知道這個情形嗎 知道 他們的兵知道 不過為了要抵抗日本 他們 沒力氣氣氣的 不會處理 現在就 那個 我們的大日本帝國 輸了後 他們中國贏 他們 戰勝國贏 現在就這個人可以留嗎 大家知道 還要服他嗎 不然他很有 威望 他怕他做日本人 他 兒子世界大戰的戰勝果 他為什麼人家人民不要他 因為他們的人民很清楚 他都台師自己人 送給日本兵 所以 現在就 把他們做國民代表 把他罷免 罷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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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還說是下雨 我本來副總統就是李宗仁 去做總統 副總統玄缺 然後 現在就 他副總統很多身份 他又是國民黨總裁 又是我本來 總統 不過他總統的名分 已經不是總統 他在 政府體制裡面 剛才是說 那個董姐裡面是叫做國民黨總裁 在 政府的體制裡面 他是什麼 軍事委員長 什麼是軍事委員長 就是 參謀總長 就是參謀總長 中華民國的憲法有誰呢 總統這看不到的時候 副總統來做 副總統 如果還沒辦法一邊 接受的時候 什麼人來做 國民代會 林森 那時候應該是林森 國民代會代表 國民代會議長 再來就是立法權 再來就是司法 司法院院長 再來 再來行政院院長 立法 行政 司法 考試 監察 五院院長全部都論過 都沒人要做的時候 再來換什麼 行政院的第一大部 叫做內政部長 開始做 內政部開始做 內政外交 內政外交國防 這樣一直下去 下去下去下去 所有人都沒要做 你還可以論到 國防部裡面的參謀總長 你看這樣 超過一百個 我算上來是超過一百個 因為有院長還有副院長 你的副子要跟他算上 超過一百個 要是怎樣 沒台沒錢 什麼 中人走後 他直接來接總統 他憑什麼 林森也沒死 林森也沒有死 第二順位 第二順位的林森也沒有走 所以我都叫他 假借實 假借名義 流行來台 借用麥克阿斯一號命令 延續貸管 借施還魂 然後又假借 直接選舉民主之名 借客上市 這後面這是 阿威北 阿威北 民主之父 對台灣人 慶祝我們輸的罪惡 卻換來 還換共台灣人 三隻小豬的選舉 到現在 可能要在玩三隻小豬 再來我們 這就是要說 那個是轉型正義 我們正義 所謂的正義 就是說這個適當的安排 適當的安排 什麼叫做公平 公平就是分配的正義 好的東西我們要分配 要的東西應報正義 要的東西我們要分擔責任 這叫做公平 公平正義 好的東西跟壞的東西都要做分配 都要做適當的分配管理 應報正義 這是對惡的適當回應 一般來說 你像阿拉伯國家 他們都要用 同態報復法 你給人 用 壞一隻眼睛 你給人一隻眼睛 你給人一隻眼睛 用壞一隻眼睛 你給人一隻眼睛 他們叫做同態報復法 再來說這個轉型正義 什麼叫做轉型正義 轉型正義 就是說一個政體接管的時候 他的國家暴力 他要壓制前一朝 前一個時代的暴力 這是國家給予人民的暴力 這叫做轉型正義 我們來處理 當初是政府 因為某一個時間點 不同的行為 對人民不同的行為的時候 還給他們一個真正的歷史定位 還有他的賠償 包括他的名聲 名聲的回復 對於政府 違法和不正義的行為彌補 這個部分有牽涉到的是司法 還有歷史還有行政 憲法賠償的面向 當然還有教育 轉型正義是辭來的正義 然後他在執行上 會違反那個信貸保護原則 然後這也牽涉到制度性的犯罪 然後 不過我們 我們台灣以後 要不要做轉型正義 要 轉型正義 也不能做一半 阿扁當初是做一半 做一半 所以現在被殺了 他原本叫 男人來的時候 本來要執行轉型正義 第二件的時候 他說 台灣海域沒什麼 寒 對 這他自己說的 你跟他說台灣海域沒寒寒 要把豬子寒回中國 要把豬趕回中國 阿你做一半 阿你下任的時候會怎麼樣 簽算 會被清算 所以現在跟我們做出兵 在龜山跟我們當鄰居 阿當然 他那是 他那是 我們這是天堂 我們這是天堂 那古山 我們講到這個古山 我來講一個題外話 大家可能會比較疼 現在我們經燈這個地方 這也是一個巧合 我們土洪跟古山 跟四個天堂有關 第92個天堂叫做古山天堂 第99個天堂叫做後古山天堂 我們這就是後古山 第166個天堂叫做土洪天堂 第188個天堂叫做後土洪天堂 現在的天堂是第125個天堂 金上天堂 現在的天堂 然後所以我們這一個很巧合 這是巧合不是故意的 我們在這個地方上課 那個桃園龜山這個地方上課 跟四個天堂有關係 有大日本帝國那個歷史血脈 延續到我們桃園民政府這邊來 想到他的保佑 再來我們來講這個案例 在國內或者是國際間 對於破壞者予以審判 有很多案例我們都可以去處理 光州事件 我們也可以以後 228事件就用光州事件的那個模式下來處理 因為那個已經處理完 那國際上沒有任何的疑慮 人權上的疑慮 所以我們以後有去照著去做 我們一切人違反人權 我們不能用違反人權的方式去對待他們 在國際法治裡面 我們在國際法治裡面 做有效的懲處 還是要還給歷史公道 那第二個在國內沒收破壞者 那個不當取得的財富 這阿伯國民黨東山可以追討 那個東德 要透過政黨法追討 東德共產黨的黨產 到現在都還在追 到現在要拿 到現在要追訴 第三種案例 就是那個模式就是經由國內外實際訪查 與相關機密檔案的解密 對於過去犯刑的史實 公諸於事 還給歷史一個公道 這叫做真相調查會 228也有真相調查會 可是他們有沒有做得很安全 沒有 他們補償了700多個人 那700多個人 真的是228的部分的死亡的人數嗎 不是 228死亡超過15萬 我們所知道的就12萬8千多人 再來 第四個是要扭轉破壞者的形象 那個包括說像更早之前 那個西班牙的佛朗民歌將軍 他把他說 類似他非常的很光明的一面 那整個政體扳回來的時候 他要把他給 那個 那個 還回他那個造神的整個那個 狀況要把他給拉下來 台灣這裡也是有人 搞不清楚狀況 甚至台灣人還在拜那個 中街邪的廟 還有中街邪的神像 那實在真好笑 把我們帶到咪咪咪咪咪 結果我們還在拜 剛才不知道 是在想什麼 我們實在想不 再來第五種 就是對受害者 提供金錢上的背上 跟民務上的規則 重新安置 這重新安置 有的是要 還要處理 包括他的遺族 有的人死去了 他的遺族的照顧 他很多年輕的死去 他和遺族都沒有 所以和背上都沒有 不過這個律師一定要有一個交代 沒有我們不知道 對那些死亡者 跟那個家海者 做一個適當的處理 這一定要來處理 不能總共這樣放他 對系統的改進 系統的改進 我們後面 台灣民主委修正之後 六十六年來 的一關叫有別人 情治人員 三台親不能參加我們台灣民政務 這個總理有特別講的 這叫做除垢法 叫出垢法 三台親不能 還過你不能 但是你不能參加公務行為 因為你沒有公民管理 我們沒有幫你拍攝 公民權利沒有幫你剝削 那鼓勵敵士的族群聚落 從修就好 其中包括了經由法律上 對受惡害者的補助 還有社會的改革 在經由建造紀念碑還有博物館 來保存過去的記憶 類似以色列猶太人屠殺紀念館 它不是只有紀念說有哪些人死亡 不是一些名牌而已 還有一些國際上的幫助這些 以色列人逃走的一些國際藝人 藝就是正義的藝 就是像新德勒 新德勒 日本有一個大使也有來處理 來協助人權上的保護 那些藝人在紀念館裡面有被表揚 那個希特勒是在裡面做那個批判 這裡面都有 再來第九項 對有性別差異的嫁害者予以認知 然後介於對女性受害者伸張爭議 一個政權一個國家 或是說一個地區 發生很大的變動時 很多我們的流行 會面臨比較不堪的一些狀況 那些不堪的狀況 我們必須要加以協助處理 特別立法協助處理 立法協助處理 立法政府到現在 議法的事情到現在 只做表面的敷衍而已 轉型正義 因為這個阿伯伯士 包括這個江國慶命案 隱藏著那個系統結構的問題 系統結構的問題 以前是都這種事情是不會發抗的 因為我們 我們在立法國在立法國 現在和陳照明都要拖出來 他要自己先拖 不然等待我們拖 所以說要 現在說要叫他們 十米蕾十二月的人 要來 輔助背上那一塊錢 那是錢而已 那人名用錢買的 不可以 憑法要 一定要處理的 對不對 把我們台灣孩子 拖去 拖去做兵 叫我們台灣人去做兵 去黑白台 做一半的轉型正義 阿伯伯 阿伯伯是在說 轉型正義的難題 他剛請說 要叫 他們做中國豬仔 收水 自己收水回去 所以 露營之後 就在這裡 就在這裡 在這裡 劉鳳選機 在中間 他當選國養市議員 我叫出阿伯伯 買了 一樣人給他揉來 不讓他做些刷 直接把他揉來 買了他再去選立法委員 補條 這知道 很難 我們是希望說 要自己台灣民政府 才有辦法來處理 阿 劉鳳體責 打破 百姓鐵 這百姓鐵 是誰說的 阿伯伯說的 說叫大家要 打破百姓鐵 要給他揉出來 這也沒辦法 因為在那個龍仔來 你把他拖出來 一樣在龍仔來 在那個龍仔來 在一個大監獄裡面 選擇總統 還是在監獄裡面 要揉出阿扁只有一個方式 有只有一個方式 有只有一個方式 就是加進台灣民政府 然後要求占領全國 美國讓本土台灣落實 本土化自治 這叫做什麼 司法管轄權 你只要加進台灣民政府 你向他劃清界線 我台灣人不像你的 司法管轄所管理 是向美國所管理 一定要這樣做 結果他跟現在還沒 賣 賺檔 現在還在募款 就他們 他們 再來母親節 你要交 把他們阿嬤 在中間把他們阿嬤拖出來 說要辦一個募款餐會 真的 我們是保養 就是要把阿扁幫出來的人 要來交流台灣民政府 用司法管轄權 跟中華民國切割 阿扁不是在管 要管也要管 美國管 對 對 對 他要拿我們的新聞證 我們現在有辦新聞證 我們只要辦這張新聞證 他保證他們的兒子可以來辦台版 我們沒有 我們台灣民政府 可以接受台版 不過簽名可以簽 簽名可以簽 他只要簽名 他要親身簽署 因為這個簽名 美國 這是美國在看的 不是我們自己決定的 他只要有議員 簽名就可以了 對啊 來辦 這個地方來台辦就好了 對啊 你如果美國人 你想 為什麼我們 考慮案美國有辦法 有辦法修理 因為美國擁有台灣的 司法官學權 康水特在說 台灣的 或做那個 法院是他們 是他們國民黨開的 不是齁 為什麼美國可以跟我們拍 美國的法院 是你們國民黨開的 不是齁 所以你為了要 要用這個司法管轄權 對它界定 我們有法度的人 我們要聯絡那個 做阿扁 因為我們政府 要幫阿扁處理 對啊 來可以 我們跟這張說 你只要辦台灣民政府 我們用這張 司法政 來要求說 我們是本土台灣人 我們是被簽名 這 我們不是中華民國的人 不是中華民國的人 你是簽名 簽名我 我要獲獎理而已 不代表說 我一定要讓你管 我有沒有選擇權 剛才說到一個引渡條例 有沒有 美國有一個引渡條例 美國現在有引渡條例 這個動作是美國真的 是給你台灣而已 美國憲法 也有這些司法管轄權 我們可以要求說 我不要中華民國憲法 我要要求 用美國憲法 可以嗎 可以 可以 他沒有要用而已 很害 如果有人 我每次都要給他認好 叫他辦新聞證 我們台灣的新聞證 這是林宜宏的 那個人 後面我們也要 跟他追藏 我們先 高雄 在校園的特務 什麼是校園特務 在學校裡面 穿軍服的人 是什麼 高官 校園特務 所以我們要求校園特務 要撤開 國民黨的檔設要撤除 而且檔設不能在 國民那個學校裡面建置 這個光州事件 這也一樣 光州事件 這類似 那種做 我們台灣2280名 我們可以參考他們處理的模式 人已經有處理的模式 我們台灣人 不一定說一定要自己發明 要怎麼省 國際那個 做輿論 去做交測 不需要 已經有既定的模式 後面就這樣處理就好了 米歷倒是有兆 這後面 都要處理的 包括那個白色恐怖 黑名堂時代 這是 東槌席 奉令以4萬元比1元 折成新台幣 4萬元元的政府在這裡 這北港 北港町農會 4萬元元元 你們台灣人的錢 原本日本時代流來的黃金 日本人敢幫你照照 沒有 因為這個錢 我們的錢是 對黃金的比率來換算 這個國家 這個地方 有多少黃金 黃金本位 要幫你做發行面子 它的市值就是含意 也當折算成那個黃金的比值 那 金蓋借的軍隊 所以 人家說 要做 不要說太難聽了 藥荷山青草會來 有的人說太難聽了 我等這個科長上 不能保持我們的市民的形象 兩隻腳 好啦 這樣就好了 他們不早黃金來 不早黃金來 如果印一些 那些沒有用的賺 一塊給你換4萬 這樣 用那個沒有黃金本位的 假錢 假錢 我們說的 孩子說的 大富翁的錢 大富翁遊戲的錢 你換錢錢的錢4萬 你不能用你 那些有黃金 尊為的那些錢 那些有好的錢 你不能用 那些錢要給我換 你流通 我要跟你捏去稱讚喔 你違反那個要做 那個要做 整個社會秩序喔 不行喔 我們台灣人不大片子 不在乖乖 4萬只換一塊 喔 這叫做衝夾 喔 這個叫做搶劫啦 光明正大的搶劫啦 這也要把換一塊 這啦 東槌石 橫貫公路 喔 一九四孔年的時候 日本時代就已經開通在這裡 喔 在這裡 這就是那個 中西橫貫公路 我們那個 我們的原住民喔 這在我們那裡而已 在我們那個 那個 東西橫貫公路 在那個 中橫那個地方 那個叫做我們的 雪漢公路耶 我們原住民稱它為雪漢公路 那是我們原住民的 雪去開通出來的 跟日本人的雪去開通出來的 一九四零零的時候 日本人在這邊 這邊有一個紀念的那個 石碑 他把那個石碑給推倒 然後蓋了一個牌樓 說是他們榮民來這邊建設的 來這裡掛在我買 來負責煎菜而已 有啦 上頭這塊 我們本來有一塊 都比較大塊 這裡 都比較大塊 釣給我在這裡 這釣給我一樣 這日本人在這裡 都比較大塊而已 這樣說如果他們負責開通 然後 幫我們台灣人收錢 對 很奇怪 和東西橫貫公路都是 十大建設 全部都是假的 都是在我們台灣人北施 都製造一些建設為名義 結果是在我們台灣人北施 我再補充那個法語好了 這個路是我們開通的 我們台灣在1940年開通的 然後他竟然 用那種十大建設的名義 然後去取得我們的稅收 來騙我們的稅收 然後去支援那些榮民 其實那些榮民在這邊 在幹什麼 絲綁沒事幹 吃飽沒事情做 他負責剪採而已 把功勞搶給他 說是他們開通的 這就是中國人 這是中國人 這是我們日本人 日本人 日本國現在已經不敢講這些了 很可憐 很可憐 因為日本國的人 已經不是大日本帝國的人了 我們要原諒他們 也不能說原諒 要體諒 不能說原諒 他們沒做錯什麼 要體諒他們 這個是中華民國流氓政府 的那個債券 這個也是騙錢的 中華民國的喔 他說我們的身分證沒有效 那他們的債券有沒有效 有啊 有效嗎 有效的話來啊 這些全部都償還 外國現在有很多的那個 那個控告的案例在等著他 他不敢承認 然後再來是228 來講這個228的事件 因為時間關係我稍微講一下 我們常常在講 228為什麼我們母國的人不敢講話 為什麼日本國不敢講話 為什麼美國人不敢講話 為什麼世界各國沒有人可憐我們 遭受228的人權的虐待 不是沒有喔 有很多喔 只是說我們台灣人喔 當初在1945年10月25號的時候喔 慶祝台灣光復 慶祝台灣光復 然後裸骨宣天 我們穿著皮鞋喔 你看我們這女孩子 大家都是看起來就是已經跟我們現在的女孩子 的水準都差不多喔 你看穿著整整齊齊漂漂亮亮的 穿著皮鞋喔 去迎接他們什麼 草鞋兵 如果骨宣天呢 好 很多人去歡迎 還要保住起來 歡迎 歡迎那個 那個祖國光復台灣 然後在日本那邊有一個叫做 涉骨事件 台灣人 原本是大日本帝國的人 然後他戰敗了 那中國人去騙他們 說你只要登記成中國人 你就可以多一包米 所以一大堆的那個 留日的台灣學生 全部都跑去登記成 中國人可以多領一包米 所以你台灣人 價值多少錢 你們台灣人多價錢 多一包米而已 多日本人一包米而已 一包米就把你買去 這說得很可能 這個事件被中國人 藉由媒體這樣子大肆宣傳 中國人什麼不騙人通過 要運用媒體 我們實實在在做 他們都運用媒體在騙 全世界人都看到你們台灣人 去登陸做那個做中國人 你們很歡迎那個做中國 結果 結果 1975年 的10月25 他們說得很光復 他們在這裡 有人有私 結果 1967年的228 過不了兩年 一年我而已 你們台灣人就在反抗 是在反抗什麼 國際的觀點是這樣 不可以用我們的觀點去看這個事情 是我們台灣人去跟蔣軍 去跟歡迎 羅古宣天去跟歡迎 全世界都在看 你說他要怎麼說 說你們台灣人作亂 我們沒力中好跟他說 就是這樣 日本人要跟你講 射谷事件 你們台灣人 原本是 就已經是台灣人本帝國的人 結果你變成戰勝國而已 你去跟他騎日本人 為了一包米給自己賣掉 結果 就是這樣 什麼人 給國際 五歲說我們台灣人 你愛中國統治的 是我們台灣人 我不會說那台灣人 那是台感 我不會相信 他不是人 那個我不承認 所以 二八四望的很多眾 二十一書開起來的時候 老母親的軍團 清香 無辜遭受掃蕩 只要你會講日本話 只要你身屋上穿 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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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幫你穿衣 這些人都是二八 會受我們的助手 一些教授 寧願 就是那個柯遠芬 寧願錯殺一百 都不能犯過一個 所以被錯殺的是誰 和那個國民黨的糟糕 都要抬 所以很多精英 所以我們最近有在說 去領 國民黨保障的 這是人 那是原本是去押國民黨 因為日本前排後 去押國民黨的撈牌 那個人 用保障的名字 去幫他 做一個 名分的補償 國民黨有做錯嗎 沒有 人家在頭上什麼保障 保障也有背 還沒背 12萬多人 全部都沒有背 那要背 七百幾 七百幾的人 那都是 也不可以說全部 有的人 沒辦法 那個時間點 日本就抵抵了 他想說 有辦法就繼續做一個公園 來 來服務 大家 有的人是這樣 不過很多要背 他沒辦法 也是有很多要背 他 在軍車上 在軍車上架上機槍 我配合一下蔣花運 那見仁就殺 主要就是因為四川級的軍團 二戰的時候蔣介石躲在重慶 遭受到來自台灣的日本 大日本帝國軍機轟炸 去轟炸蔣介石 因為蔣介石躲在四川重慶 所以我們從台灣的那個高雄 還有我們的那個新竹這邊 開飛機過去轟炸他 那時候我們的飛機就已經可以飛到重慶 去炸他 所以他們那些被炸的人知道說 那些飛機是從台灣飛來 所以四川人 重慶人那個附近的人 很討厭台灣人 他們把台灣人視同日本人 所以二十一師憤恨本土台灣人 因此走到哪裡殺到哪裡 只要軍隊開到地方無意幸存 八天殺掉十二萬多人 這是那個陸軍整編第二十一師 台灣勘亂 這是什麼 那個那個報表 勘亂的報表 這是他的彈械報表 光這個步兵彈 就就花了十九萬多 好伯春說死亡沒有超過一千個 死亡沒有超過一千個 騙人了 你拿了這十九萬多發 這些武器還是接收 來自於哪裡 來自於日本 那是日本的先進武器 你拿了十九萬發的步槍子彈 手榴彈 十四萬發 手槍彈很多啦 信號彈 全部都有做 我們有一些前輩 躺在北邊的 躺在雅人港這裡的 有的人做小孩 還沒看到手槍用煙扇扣過 一個扣一個這樣 拖整拖 在樓梯 或是雅人湖 這樣全部都穿十條 那煙扇有承下去嗎 在這裡 煙扇就有承下去 二十分的煙扇 那個煎煙扇 那個煎煙二十幾 煙扇 捆線 九十五 九十五卷 九十五卷 全部都承下去 就是這裡 這就是他 他命這麼多資料說 排到沒有一千塊 怎麼會這樣打掃 我們日本 台中本 帝國的武器 沒有那麼浪漫 這就是他們做的 高義車頭 就地槍壁 這高義車頭 這就是真的屬性 要告訴各位說的 什麼叫台灣光復 對內稱台灣光復 然後卻照至高點差著 什麼國旗 美國國旗 這對 這就是那個中山樓 中山樓外 還有做一個白便 這和剛才那個做 專門掛地圖 沒有用的 那個做排路 有沒有 我們看到東西 橫幻公路的排路 同樣 中國人很喜歡做排路 中國人很喜歡做排路 要做什麼 找地圖沒有用的 說他台灣光復 做到一個大堆 結果同頂頭在炒什麼 美國國旗 這個頂頭在炒什麼 美國國旗 黑民這是他們的 這是在那裡 這張堂在那裡拿出來的 中國國民黨黨司館 有他們的事 可以去 他的董事館 給他看 他們那個開放的 可以去看 這對他拿出來 不是我炒肚子的 你可以去看 好 待會你現在改 沒關係 他不敢改 他不敢改 這屬性 當初是美國 是怎樣 所以他掛比較高 這光復50周年的時尊 其實不是光復 是台灣淪陷50周年 中山樓的白樓的 同樣 這是什麼旗 這是菜式的 這 那個50周年 這是什麼旗 這是什麼旗 美國國旗 你們沒有看錯 這不是我假照的 這不是我做的 同樣炒到美國國旗 因為這個地方就是 他們當初是開火的地方 那個地方就是高接的地方 做那個政權交接的地方 對啊 到現在還要有 過50周年 到現在還要炒 美國那個 只要 那個10月25號 都來這裡炒那個 美國國旗 他們這個所在有紀念 他也不敢做旗 美國國旗又炒了 國民黨 跟那個人說外星人 其實是外國人 他們都很清楚 是我們台灣人叫他們盤陷 他們很清楚 所以他們要記得 過50周年 他們要記得這個所在要炒美國國旗 他們要不要炒英國國旗 190幾個 你在什麼旗 你不炒美國國旗 對 啊這個旗都騙了 這個旗 10月6月 有人生人 沒有 今天這旗有效而已 你看看有 這中山洞裡面 當初是 辦那個政權以後的所在 這個什麼旗 美國國旗 再來 這在做清泉鋼基地 的旗 當初是 那個清泉鋼基地 那個美軍軍團 在那的時候 你可以看這旗 說還是 那個中民國的國旗 這旗是什麼旗 美國國旗 誰那麼高 誰那麼高 美國國旗比較高 現在要來講就是這個 我們常常在講 日本跟美國應該要保護我們 就不要看過日本人在保護我們 其實我跟大家講 日本人 都常常做 日本人會做不會說 中國人不會做會說 專門掛到那邊 真的很台灣前行 叫做富田質量 富田質量是北二三炮戰的時候 真的 真的在奉養我們 台中 我們 中國的主權 的人 他是那個 要做鋼村寧次排過來 協助 不是要協助 金戒祖 是要協助我們台灣人 不會 會平和台灣 不能去中國那邊打到 所以北二三炮就叫做白團 他的 他的中國名字叫做白團 我們大家如果有興趣的事 可以去看 是與台澎共存亡的白團團長 這個臭頭 大家看出來 臭頭 後面這就是白團 他死後一半他在在 東京過十年 八十幾歲的生年 東京過十年 一半的國父要求 他媽 一定要把一半的國父 拿回台灣 現在在台灣的城南 在海明山市 這個人才是真正的台灣前行 他甘願不做 建國神社的行 甘願來做我們 台日本 帝國 台灣的 鬼魂 死後也要保護我們台灣 這才是真正的 台日本 帝國的精神 不是這個 不是白季三炮前 打了二十一年 周恩來很清楚 周恩來很清楚 他們很清楚 他在莫斯科大學學國際政策法 所以他們中國人很清楚 國際法 他知道 台灣跟帝國是 台日本帝國的領土 被美軍所招領 只要中國向 一城 只要向帝國跟台灣開一城 正要對 台日本帝國跟 美國 選前 他很清楚 所以 八二三炮戰都打多久 打記者那是製造的 那是騙人的 打他自己的 都負上通知 就是製造假象 說我 製造有打過 那個地方 你內戰狀態 那就是 延續那個內戰狀態的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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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結構 啊 表示他沒有想要回去 其實他在這裡就是要讓你 跟你們台灣人 洗腦 跟你們 學技術 像我們 在說的 法義 我們後面要改回來 不要說法義 那 中國人 等於本社浪的繁體資 我們叫台灣人 只要在流團 我們台灣人是專門 中國人沒有要來的 本社 我們要有這個國旗 這是我們台灣真正的戰士 823砲戰打了21年 是日本 白團在後面協助 是美國第七艦隊 來台灣防守 不是金戒 就說了 他沒多厲害 他們說的 李光潛 是他做 那個叫戰神 八三戰神 不是 富田質量就是 之後又感染 一半的國父 要帶到這裡 他要繼續保護台灣 就要有這種情形 這家義的丹青鵬 當初是200的時候 隔壁 我們一些 到現在 離間差不多 65小時的時間而已 一些 更有的 做小孩的時代 我們應該有 一些印象 如果在隔壁 這個附近 但是那個 基隆鵬 那邊 擺幾列 用煙燦 手抗手 抗了幾百 這鐵鐵鐵 有一個說 那個他抗了沒過 結果脫掉 最終的就是脫掉 這樣他有 收到起來 他就在說這個情形 這個位置就把他 把他捏起來 這個叫做台灣光復紀念碑 有碑無聞 台灣抗戰 抗戰勝利 叫誰人去寫 媽媽叫擁好 先說叫做小班長 副總統去寫 結果小班長說 他台灣的小孩嘛 小班長說 我台灣是怎麼抗戰 抗日 抗日戰爭 勝利 台灣光復紀念碑 台灣哪時候有抗日 基本沒有 我們就是日本啊 日本是怎麼抗日本 廚房打那個鐵鐵 太狠了 結果小班長說不再寫 去年 在家公國 我們在家公國 有可能要注意 我要小心 沒關係啦 我不怕 他總要淹那個 去把那個北部門趕快補上去 黑白寫 黑白寫一堆 結果那個寫 莫朽如島 有的沒有的 有的沒有的 虛構一些故事 真嗨 這丹青坡的衣 現在要來講那個 做關注民 跟我們原住民有關係的 在達邦的州族紀念碑 為什麼在 為什麼我們台灣目前 其實超過14組 目前有登陸的14組 就只有州族有紀念碑 單獨一個紀念碑 因為當初的 那個 那個21 21師 那個 劉雨清開建那個 阿里山 用那個 那個軍事開進去 後面架著機關槍 看到原住民全部射殺 他們要把原住民全部殺光 州族 只剩下數百人 幾乎滅族 還好 他們國共內戰那邊 情思非常的 急迫 那些人 他來這邊短短八天殺了12萬人 喔 功勳 非常的大 戰功標柄 你怎麼那麼會殺 蔣介石在中國那邊 他也很很驚訝 哇 這21師怎麼在台灣 這麼會殺 這麼厲害 短短 短短八天 你有辦法殺了10幾人 把那些人炒過來 打國共內戰 結果後來還好 差不多一個多月 趕快把那些21師全部 全部送回去 中國 如果沒有送回去中國 14組的原住民 全部都被去 像這樣子 原本 州族有五大部落 剩下 現在剩下兩個 我們在那個維基百科 大家可以去查 他上面有寫著20 那個維基百科上面 有寫著20世紀初的惡疾 導致他們滅村 然後那個什麼 酋長沒有 那個組長沒有指示 可以流傳 所以那個村子消失 才不是 他們是去228的時候 去把人家滅村 因為我們家 為什麼清楚這個事情 因為我們家 就住冠華村 就在他們家隔壁 他們的人 我聽我們的那個騎勞 那時候他們的人很可憐 沒有死的人 四處躲 躲在山溝裡面 躲在四處躲 那我們隔壁村的也不敢去 光明正大去 接濟他們 就用一些 花卜拔 悔卜拔 放一些乾糧 能夠用的一些東西 就丟在路邊 讓他們去撿 讓他們去撿 我們 連我們都不敢 正大光明的去接濟他們 因為去接濟他們 會被殺掉 所以 舟族 我們可以回去 可以查維基百科 舟族 你就會看24世紀人的二集 就是劉雨晴 就是二十一師 這個 帶領台灣人慶祝光復的民進黨 這是誰 蔡英文 沒關係 你也可以幫我告 你如果沒有這個事情 我如果要你摸 你也可以幫我告 沒關係 2012年拜選之後 宣稱未來一中 自我唯一選擇 然後要向國民黨 與中間選民靠攏 這都可以自己說的 他在慶祝台灣光復 他還在慶祝台灣光復 我們台灣人就是被台灣光復所害死的 結果他還在慶祝 台灣沒有光復 台灣是淪陷 這當然是 我們當台灣家 主題的時候 台灣省 政治建設協會 中間一位一項目 要求說 中間一位主席 不要 這個 這次 就是二班 民兵順水 是貪污 反對貪污官僚 要求政治改革 並沒有做其他的作用 請 請萬物 派兵來台 以免再激勵民心 再激民心 懇請迅速派大員 臨臨台灣 調柱 就是調查處置 那國家慶勝 那當初的事實是這樣 我們台灣人有去董 是 原來因為那個兵已經到了 這張拿到的時候 那個司徒文大 是美國的台塞 我們現在這個也是司徒文 不知道他有什麼關係嗎 可能有啦 因為美國跟日本很多都政治私家 時間夠了 這樣我們時間就跟他講到這裡 有機會我們這裡可以 可以互相的在做聯繫 大家來做溝通 有什麼 我們可以互相交流的東西 歡迎各位前輩同心 那個不令跟小弟做指教 謝謝大家 記住 站住 謝謝 好